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 主是世界的光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到五十九节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当中一卷 非常特别的福音书 我们通常把马太马可路加 称为耶稣生平 或者福类福音 而约翰福音 却是我们特别把它分出来 那在神学界 他们会说它是第四福音 它是特别把它分出来 一二三是马太马可路加 跟约翰福音是分成两组 马太马可路加主要是介绍 耶稣基督的事迹 或者我们说是他 所做的事是个历史的事件 而约翰福音主要的是选择性的记载 他所说的话 然后约翰加以解释 约翰是耶稣最后一个活在地上的门徒 其他的门徒都殉道以后 约翰活到九十几岁 也就是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已经是耶稣升天之后六十年 你要知道六十年 那个思想就会沉淀 那个思想就会变化 那个思想就会产生一个结论说 到底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 比如说这次的疫情刚刚结束 对不对 疫情的本身看起来结束了 可是它的后座力才要开始 六十年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说 那一年2020的那个疫情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是六十年之后就可以确定的 黑死病导致了天主教 整个的势力 势围 也结束了东罗马帝国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换句话说 很多的事情要很多年以后才会确定 耶稣的事迹在六十年之后 约翰把它选择了 记载他所做的八件事 然后每一件事他都做出解释 因此约翰福音可以说是 四福音当中最特别的 而我们今天所特别看到的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五到五十九节 这是一段特别有意义的经文 我今天早上特别写了几个简讯出去说 你要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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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我写简讯出去呢 因为这一段的经文 我很少听人讲了 很少听人讲了 主要是他的文字 他的wording 以及他的神学是比较深的 可是你要知道 一件事情是 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你会一直在那一个然上面 也就是说结果上面追求 可是你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会从你里面的动机 你里面的思想 以及根本产生改变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经文呢 我们通常叫做我事的经文 我事 你说什么叫做我事啊 什么叫做我事啊 因为约翰福音是在四福音当中 最多提到耶稣自己说 我是什么 I am 我是什么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梁 第六章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他后来说我是羊的门 这个都很难 羊的门是什么意思 我是好牧人 这个简单一点点 他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句话很难懂对不对 其实原文根本就不是这样 原文说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我们最熟悉的是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吗 他为什么说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呢 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葡萄 是假葡萄 你听得懂吗 他到底为什么说我是呢 约翰福音记载 耶稣基督宣称自己 是什么的经文 但如果我们读马太马可路加 如果你仔细读 我就给你很多的时间找 你找不到 耶稣说我是什么 除了马太福音十六章 他问别人说 你们说我是谁 他们就讲了半天 耶稣说我是基督 我是基督 除了这个以外 你在马太马可路加 没有我是什么的经文 相对于福类福音 约翰福音却记载了许多的我是 我请问各位 我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是什么意思 这是很特别的说法 如果你要把约翰福音读懂 过去日子我已经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神迹 神迹你一定要弄懂 神迹你没有弄懂 你会以为骑士是神迹 对吗 所以我们追求骑士 这个时代 谁不想追求骑士 什么叫骑士呢 统一发票中奖 而且你还特别说 选一个时间 去买东西中奖 这骑士 或者你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你一祷告那些事情 发生了哇 骑士 这个不一定是神迹 神迹有特别的定义 这个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我是 我是是非常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 我今天要用最短的时间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ANS的弟兄姐妹 习惯我的讲道的模式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能够明白我是 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来的 希伯来文说我是 以及你对于犹太人的文化 你稍微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说难怪 耶稣在当时有人要杀他 不是 他做了什么事 人家要杀他 他都不是做好事吗 因为这个人的口不择言 他讲话都是讲一些 犹太人很生气的话 那到底什么是我是呢 好 第一 我是表示耶稣不仅赐下恩典 他本身就是恩典 我再讲一遍啊 你要记住啊 这几个都是会帮助你 可以在你的信仰当中走到底的 耶稣说我是 表示耶稣不仅赐下恩典 他本身就是恩典 无论从伊斯兰教 或者其他的民间信仰 他们对于耶稣这一位 这一位我们所谓的神 或者是大家口中的神 他有不同的解释 可是你知道我们拜神的目的 为的是得到恩典吗 你拜神得到什么恩典 就是你拜一个神 希望他给你恩典 讲恩典是比较好听的话了 我们换的比较 那个就是好处嘛 我拜你就是为了什么 有好处嘛 你交朋友为的是什么 坏处吗 好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做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得到好处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宗教 他为什么拜这个神 他都有一个目的 你没有想清楚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然 你一想清楚就觉得说 原来无论拜什么神 都是为了得到好处 而且为了得到这个好处 你不惜做任何的动作 有一次我坐飞机 上来一群人 他们有的是 看得出来是宗教人士 有的就不是 可是他们身上都背一个东西 就是一尊佛像 或是一尊神像 他就背上飞机 背上飞机 而且全程长途飞机 他都背着 甚至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没有吃东西 他没有吃东西 他就这样扶着 坐在位置上面 就坐着 一直到下飞机 他就坐 非常的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这个神像 给他什么 好处嘛 那我们基督教的就比较 高尚一点 我们就说讲好处 有点low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是什么 恩典 但问题是 真的是这样吗 那当然 耶稣基督赐下恩典 有一个瞎眼的碰到耶稣 说夫子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看见了 他就看见了 这是不是恩典 这是不是好处 可是整个的信仰 如果你听基督徒祷告 我们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也不避讳 甚至我们透着网络出去 我们也没关系 你想不想透过耶稣基督 得到更多的物质 要不要 要大声一点 要就要嘛 对不对 谁不要啊 不要的举手 不要物质啊 要 他要 所以大家都要嘛 对不对 要不要得着好的名誉 要不要 要不要更好的地位 有的基督说 我没有要这些东西 少来这一套 我不相信的 我不相信的 那是因为你现在够 你没有想要多的 你就说我可以不要 可是到了某一个情况 你就要了这个东西 因为谁不要名誉 谁不要地位 谁不要好处 谁不要权利 谁不要物质呢 可是还有一些基督徒 就更 我只能说更聪明 或更有智慧 说那些我可以不要太多 但是求你给我顺利的环境 对吗 或者求你给我健康的身体 要不要 要嘛 让我书读的好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儿子要孝顺 是不是 女儿要争气 还有我还没有结婚 赐过我一个好的婚姻生活 祷告让我们凡事都顺利 我没有说这些不对 这些都是没有错 我是说基督徒与相信 别的宗教或者不信主的人 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也要这些东西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恩典 我们要恩典 可是我是这个词 显示耶稣不仅可以赐下恩典 他本身就是恩典 换句话说 你要这些东西的同时 你要的是 耶稣 那这跟别的宗教不太一样 真的 因为我也是做宗教研究的 很少说我要那个神 通常我们都是要那个神所给我的东西 这样知道吗 东西 听得懂吗 东西 东西不一定是看得见的 东西说不定是内心的平静 内心有的时候有没有不平静 有没有 遇到乱流 直接下降一千公尺 你立刻就要平安 要内心的平静 可是约翰福音提到我是 他是说我是 什么 等一下我会讲 但是这个我是 什么 那这个什么 就是说 我不仅赐给你们恩典 而且我本身就是恩典 我本身就是恩典 当然了 我们就跟 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平安 求喜乐 求满足 信耶稣就有平安 对吗 信耶稣本身 你就有平安 可是约翰福音提到 耶稣多次提到我是 表示耶稣不仅是赐恩典的神 他本身就是恩典 耶稣本身就是我们要的那一个恩典 物质是本于神的 荣耀 名誉 地位 权力 都是属于耶稣的 是你得着耶稣 他会赐下恩典 可是更重要的 请注意听 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你们很难想象 这一切都没有 对吗 我们很难想象 这一切都没有 因为台湾 这一切 我们大部分都有了 是多少的问题 对不对 少了还要更多 可是当耶稣说 我是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 那些 的确我会赐给你们 但更重要的 我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才是最重要的 约翰福音第13章 第19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预备 请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 叫你们 注意看 可以信我是基督 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读 纸本的圣经了 我们都是读 电子的圣经 对不对 你如果读最 这个 中文圣经 最古老 不是最古老 最popular的经文 这个我是 他翻译的时候 下面基督 他有打点点点 点点点 就说这个字是没有的 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他说 叫你们到 事情成就的时候 事情成就就是 他钉十字架 他复活 他升天 的时候就可以 信 我是 可是翻译的人说 信我是 下面就没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全部考察 完了之后 他们就补充解释 说 我是基督 这个 他说的对不对 对 他说的对不对 对 但原文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想原文会写错吗 那你要问那个写作的人 说他为什么不写 我是 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是 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 可以信我是 所以我是 是一个专有名词 后面没有基督这两个字 没有基督这两个字 耶稣在这边 要彰显的是 他本身就是 是什么 是 我们所要的那一位 因为你用基督的时候 他就被陷在基督的里面 注意听 当你说我是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拿到耶稣 我们只是基督 对吧 我们只要到基督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本身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耶稣说我是 是表示耶稣不仅是赐恩典的主 他本身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再看一两节的经文就更清楚了 五六五七五八 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预备 请 你们的祖宗 你们还五十岁 这是耶稣和犹太人在讨论 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说的话 他们说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可是耶稣就跟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看见了就喜乐 他说你们祖宗 看见了我就喜乐 他们就很生气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哪里有见过你 你都没有五十岁 我们都没有见过亚伯拉罕 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这个也是翻译的问题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这是原文 原文写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你知道这件事情 后来耶稣就 他们就生气了 他们就生气了 耶稣的意思是说 我是神所赐给你们的那一位 我是神所赐给你们的那一位 耶稣说 我自己就是恩典 因为这个缘故 只有得着耶稣 才得着一切 只有得着耶稣 注意听啊 我们得到物质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耶稣 名誉 地位 权利 顺利 对我们而言 都是过眼云烟 有的时候你看起来有 没有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当你有耶稣的时候 有物质很好 有权利很好 有名誉很好 可是没有这些时候 你光光只要得着耶稣 就够了 我看你们这些人 东西就是太多了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当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问你 你有什么 当你一个人 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怕 当你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什么都怕 我最近在帮助几个 有忧郁症的人 这几个有忧郁症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他都是有点东西的人 他不是没有的人 可是当有忧郁症的时候 他那个样子 就是那些都没有用 钱没有用 儿女没有用 名誉 名誉没有用 他还有赚钱的能力 能力没有用 你知道能力跟钱 不是一件事对吗 我跟他在一起 那一天我跟他在一起 他就是慌到不行 你知道他是有名望的人 有多少人想要见他 要请他帮忙 他什么都没有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有什么 这句话好矛盾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有什么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如果你有耶稣 注意听啊 你就有了一切 你先记住 有一天这个会有用 我再讲一遍 你要一个东西没要到 可是耶稣在你里面 我告诉你 就比有那个东西还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等一下我要把那个团队 最后一块拼上去 你才会明白 第二 耶稣 约翰福音中的我是 我是表示 耶稣不仅是神子 他本身就是神 他本身就是神 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 提到许多的我是 如果我们对于旧约不熟 或者没有人曾经教导我们 我们实在不知道 耶稣说我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在翻译圣经的时候 常常把我是 做出另外的翻译 因为没办法翻译我是 没办法翻译我是 我是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是单独无法翻译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24 28 58 这是最重要的第八章的三个经文 你知道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你这三节经文要背出来 因为考试一定要考 一定要考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 旧约跟新约的连结点 在于耶稣说的这句话 说我是 他说我是 我们来读 24节我们来读预备 请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若不信 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最终 所以耶稣说 耶稣说 好 这里面有几个翻译的问题 24 28节 基督这两个字都是没有的 下面58节我刚才稍微讲过了 我现在再念一次 耶稣对他们说 说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最终 你们若不信我是 必要死在最终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或者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这里有三个我是 这三个我是 是耶稣向他们讲 一个statement 以后 从此犹太人决定 一定要杀他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 他用了我是 这个词 我是 大家不太了解 我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 其实我是 这个词是从西伯来文 翻译过来的 我前两天有跟几个人在一起 西伯来文 每一个词都是三个子音 三个子音下面在点母音 点母音是后来点进去的 因为他们写的时候 他们写就像我们写中文一样 中文没有音标 对不对 中文没有音标 对不对 像英文很容易 或者那些拼字的很容易 你念 你顶多告诉你说 A不发A要发A 对不对 D不发D D不发D 要发D 他顶多告诉你这个 然后你就开始拼了 对不对 日本日文也是这样 日文也是 A-I-U-A-O 你要按照那个发音就好了 可是你把它写成一个方块字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发音了 对吗 你要印记 可是我告诉你 西伯来文在写的时候 是不打母音的 所以你必须从上下文 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后来为了帮助外国人 读懂西伯来文 他就在下面打母音 他都是三个字 三个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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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的 我是 这个词是 耶和华 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用的 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用了这个词 介绍他自己 大家知道是摩西 是在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 耶稣上帝跟摩西介绍他自己 我们来看这段历史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请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对耶和华 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好 这是个翻译 这都是翻译 神来找摩西 叫他带他们出埃及 那摩西就说 你说你说你是我们的神 那你说你是他们的神 那我到他们那里 因为我在米店已经住了四十年 我在埃及王宫住了四十年 后来他们跟我翻脸 我被他们逼的逃到米店来 又住了四十年 他在王宫的时候 人家说他是西伯来人 他到外面去了 西伯来人说你是埃及的王子 后来他逃到米店的时候 米店人说他是埃及人 米店人说他是埃及人 就好像你们 你们不一定认得德国人 跟荷兰人的区别 对不对 我们也很难看懂 法国人 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的区别 我们看不懂 所以我们是在亚洲 你到那边 他们大概能分懂 那是什么人 所以当摩西从埃及逃到米店的时候 米店说他是埃及人 因为穿着的关系 可是他其实他是西伯来人 他说 神就把他找出来 摩西就跟神说 对他们说 神对摩西说 我到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 打发我来告诉你们 假如他们问我说 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 你说 我们的神叫你来 那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要怎么对他说 对他们说呢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的 我是自由拥有的 这句话 他是说 I am That I am 他说我的名字 简单翻译就是说 我的名字叫做I am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然后他就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叫做我是的人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那叫做我是的人 打发我到这里来 所以换句话说 神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原来在西伯来的语言当中 神对摩西说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你去对他们说 那个叫做我是的人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在以后翻译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不敢翻我是 不敢翻成我是 他们就一律把它翻成他是 你听个懂吗 他的名字 他们不叫他我是 就是说他是 因为这是个B动词 因为摩西如果跟他们说 说我是 那个叫做我是的 那他们就说 什么叫做我是 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讲 他叫做他是 你听个懂吗 听个懂吗 所以他那个动词就变了 你知道我是 I am 对不对 然后 he不是am的嘛 对不对 he is 对不对 可是西伯来文那个 I跟he是没有的 这个字是省略的 所以只要am就是I am is就是he is or she is or it is 听个懂吗 然后那个he is 跟she is 跟it is的那个is 在英文是一样的 可是在西伯来文会变 你知道吗 虽然这个B动词是跟着主词变的 所以耶和华神叫做他是 这个词就变成专有名词了 当他们讲他是的时候 就变成专有名词了 所以这个词犹太人就不敢用 谁敢用他是就把他打死 这样听懂了没有 所以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最终 你们若不信我是 这个词是不可以用的 你们若不信我是 必要死在最终 你们若不信 神 懂了吗 他用我是的时候 就是说 我是就是说 耶和华神叫做我是 那我就说我是 你不能说我是 你不能说我是 这是专有名词 你知道 现在呢 我们在台湾因为比较自由 那个名字都随便拿来骂 对不对 从我们有总统开始 除了蒋中正 对不对 就立正 以外 我们名字都是用喊的 对不对 你以前听到蒋中正 你都要立正吗 有没有 那我们还可以稍微喊他的名字 你知道有些地方 他的名字是不能被喊的 像皇帝的名字 一出来 所有人都要避讳 对不对 他那个名字 他的名字一定 全国老百姓的名字 一样的 都要改掉 不能用那个词 现在也有人的名字 也不能随便被念 你们不知道 佛地魔 你想远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佛地魔不能被念的 好不好 那个人 那个叫做那个人 所以我是不可以念的 听得懂吗 所以他说 你们若不信我是 他后面还不是写 基督就说 你们如果不信我是 如果你们不信神 你们要死在最中 你们就必知道 我 我就是神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父教训我的 他就是说 我就是那一位 来到你们当中了 所以他才会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了 就是我是 懂了没有 懂了没有 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得了 这个东西 犹太人很生气 所以这后面以后 他们就一定要杀他 一直到出现了这个词 来 我们念这个 第十章 那就是 又嘛 你看又嘛 三十节来 预备 请 我与父 原为一 犹太人 又拿起石头来 要打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为 这就是耶稣 必须上十字架的缘故了 因为耶稣 就是我前两天 在这边上课 就跟你们讲的 他专门是哪壶 他专门针对我们的弱点 而且他在讲话 他都没有再客气 他说我与父 原为一 不是 这个父是犹太人 多敬重啊 我前两天还在解释 圣经完了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 Talmud Talmud就一直包装 一直包装 一直包装 你知道那些敬酒的基督徒 他们是这样讲的 避免喝酒 避免酒醉 你就不要喝酒 那避免喝酒 你就不要看到酒 对不对 那避免看到酒会 你就最好不要想到酒 所以你想酒 你就犯罪了 他其实是隔很远 想酒到看酒 看酒到喝酒 喝酒到喝多了 喝多了到喝醉 他有很大的距离 对不对 他把他拉到很远 所以Talmud是干什么 是让我们不要去 直接碰到律法 律法以前 最好是 规定不可以走一公里 他就说 你走到半公里 你就要回头了 因为再走 你知道吗 走到六百公尺 就回不了头了 是不是 听得懂吗 所以他就告诉你 半公里这样 就半公里又怕你 路走弯了 对不对 他就告诉你说 你最好要走三百公尺 这就是 所以犹太人 一提到 我与父缘为一 立刻就翻脸 就拿死都 立刻拿死都打他 为什么 按规定 不可以说你是神 连神的名字 都不可以讲 所以佛地摩 要叫到那个人 这样明白了吗 OK 所以在这边 其实耶稣说 我是神的儿子 以外 他说 我就是神 你说我是神的儿子 已经犯了大忌了 你说我是神 立刻大家可以动手 所以我是 是指着 耶和华 应该这样讲 这里面有神学问题 所以我只是让你们知道 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是表示 我就是那一位 他不仅是神所生的 他不仅是神的相 相听得懂吗 相听得懂吗 你们刚才有人拿照相机 起来照这个对不对 你们都不是在照我嘛 对不对 偶尔照照我嘛 好不好 不要让你讲的人 那个是被讲的东西 讲的人在这里啊 我问你 你照我的时候 请问那个是不是我 是啊 那是像嘛 那像是不是我 套句我儿子跟媳妇常讲的话 是也不是 他就是 因为那就是我 但那就不是我 因为那个不会动 那个是某一个定点的我 我已经变了 经过了几个小时 我就变成原来不是我的 那个像的我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碰到人家 人家就说 哎呀李长老三年都没见你 你都没变 我说乱讲 我变了 他说没有 我说我变胖了 他说没有没有 后来我说 有一个我知道我有的 他说什么 我说我变得更爱足了 我是真的在讲 我们应该要变 怎么能不变呢 对不对 你又不是耶稣 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我们是越变越好 越变越爱主 越变越爱人 越变越慷慨 越变越温柔 越变越真的活得像耶稣 越变我们要变 在这一边 耶稣说 我不仅是神的像 我就是神 你知道这个是犯了大忌 所以犹太人要杀他 好 我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 一个机会 你知道圣经上说 我是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是是多么重要一个东西 因为我是 就表示我们说他是 对吗 那我问你 你希望他是什么呢 你没懂我的意思 最近因为 我儿子他们 把孙子孙女带回来 礼节他们也生了孩子 有时候他们在一起玩 那我就跟他们玩 我跟他们玩 这几天 我已经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身份了 因为我的孙子 一直要做小土狼 他学到了土狼的厉害 因为土狼并不怕狮子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土狼一只 是不能碰到狮子的 要一群土狼 所以他就很高兴地说 那我们是土狼 对不对 因为他想说 一只土狼遇到了狮子 就很危险 他说我们是土狼 那我就说 那你是 他就说我是小土狼 那我说那我呢 他说你是老土狼 所以我就变成土狼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 我经常看他 他说 他跑出来说 我就说小土狼来了 他说是 我说小土狼过来 来老土狼这里 所以我变成老土狼了 听得懂吗 我是什么 当我跟我孙子玩的时候 我是老土狼 你知道上帝 有多伟大吗 如果你有一个小朋友 他要你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变成什么了嘛 对吗 昨天我来开童工会 开童工会完了 晚上要跟童工们吃饭 所以我回去 我就躺在床上 我想睡觉 结果孙子孙女就外面很大声 在那边吵 吵了呢 那我就跟秋花说 你去外面让他们安静一点 我要睡一下 不然我晚上太累 今天还要讲道 那秋花就出去了 出去了就没看到他了 我就迷迷糊糊糊 后来出来说 我跑到外面去 秋花躺在地上 然后孙子孙女坐在那边 孙女就拿着那个玩具 对对对 拿着看牙的器具 我就跟她说你在干什么 秋花说我是个病人 现在在看牙齿 对 然后她就躺着 她就躺过去一点 躺过去 撤一个 撤一个 结果太太就撤过来 她说 她一一声 那个 孙女就拿着 要看她的牙齿 她拿的是玩具 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你不感动的 我不是说我是老土狼 你很感动 我不是讲说秋花是 病人你很感动 是耶和华说我是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我们要什么 我们跟神说 我希望你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他是 有懂吗 有懂吗 你要知道 这个跟他赐给我们一个恩典 赐给我们钱财 赐给我们名誉 赐给我们地位 更重要就是 他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就不至缺乏 他是我们的山寨 你们知道山寨吗 现在山寨没有用 只讲到压寨夫人 对不对 那大哥的女人在那里 对不对 我们只讲到压寨夫人 不是不是 他是我们的山寨是 以前打仗的时候 山寨都在山上 你打不上去的 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 我打输别人了 你知道吗 我逃到山寨里面去 耶和华是我的磐石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有人要追杀你逃到哪里去 避难所 他是平安 他是喜乐 他是满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地虽摇动 海虽崩崩 耶和华做王 永不改变 他是王 所以他变成什么呢 他变成我们要的那一位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 所以我没有说 他赐我们东西 我们不要 可是更要紧的是 他是谁 他答应我们 他的名字叫做我是 就是他是我的医生 他是 他是我的救恩 他是我的金主 对吗 我问你 你比较喜欢钱 还是比较喜欢金主 听了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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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主才有用 钱不够的 最好是无限制的金主 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是你的金主 你说 问题是我需要钱 我告诉你 金主一定比你还聪明 他知道什么都该给你 你投资错误 他就把你收掉 你就没有钱了 对不对 等到你做对了 金主就来了 因为他是投资者 你要知道我们 就是那个 要他变成的那一位 那你明白这个东西之后 我告诉你 你现在有任何的难处 都不怕 的缘故就是 他就是 那个我们所没有的那一个 这样明白了吗 我现在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很长 你可以想清楚 你希望他是谁 对你而言 有点难 你希望他是谁 我现在讲阿拉丁的神灯了 可是出来的 要是 那位魔王才行吗 你摇来摇去 摇出钱出来 有什么用呢 你希望他是什么 你有一分钟可以祷告 有什么用呢 我会想到你 好 我想大部分的人 应该还没做决定 对吗 没关系 以后还有时间 你一旦知道他是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他是谁 他是你要他变成的那一位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 去想这件事情 因为当我们知道说 他可以变成我要的 他变成那一位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有功利的思想 就是我怎么样可以 要到一个最大的利益 对吧 我现在告诉你 因为这个缘故 我把过去几个月 跟你们讲的观念 跟你们现在结合了 我们祷告 祷告神是一定垂听的 但神不一定成就的 神一定垂听的 但祂不一定成就的 所以我们祷告 蒙神垂听 神成就了 我们应该 感谢神 感谢神嘛 但是我们祷告了 神垂听了 他却不成就 我们应该 感谢主啊 你们都记得了 更感谢神 更感谢神 因为你祷告 神垂听了 成就 你当然要感谢神嘛 对不对 你要他就给你了 可是因为他是 所以通常 他叫你做老土狼 你就做老土狼了嘛 他叫你做病人 你就做病人了 因为这个doesn't matter 这没有很严重 我可以随时变 他今天叫变成狮子 我立刻就变成狮子了 对吧 因为我在跟他玩嘛 可是他如果 跟我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不一定都能给他 是因为 我变成那个 对你并不好 或者我变出什么 对你并不利 可是我不给他 他会不会不高兴 会不会 我孙子一定不高兴 那天玩到 你知道爸妈也回来 他一直说 你再躲给我看 你躲我去找你 或者你躲我找 后来我说 爸妈回来了 现在爸妈回来了 我们不能神经病 被爸妈骂 对不对 为了我的安全 为了你 不要被骂 我们两个人 现在收手吧 还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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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玩了 不玩了 不玩了 对他的好 对我的好 当我们跟神祷告 这件事情 神垂听了 却不成就 要怎么样 更感谢神 你注意这两句话 这就因为他是 他是良善 他是至高 他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他没有在时间以内 他没有在空间以内 所以他是最好的 所以他听了 他给我们 我们感谢神 他听了不给我们 就要怎么样 更感谢神 因为他有比 要给我们这个 还要什么 更好的 听得懂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成功神学 不可以的缘故 因为成功神学 会用成功来决定 上帝对不对 或者我对不对 我刚刚在 这边的时候 我又收到一个消息 他以前 笃信成功神学 他最近 发觉他错了 在那边骂成功神学 我说我当时就告诉你 你不要走这条路 他不信嘛 他现在他就说 骂了 他就说成功神学很差 后来我就心里想说 学乖的也好 听不懂吗 所以不是每一个祷告 神都要听的 那他如果每个听 都给我们成就 我们就完了 我们就完了 OK 所以我最后花一点点时间 跟你们讲 主是世界的光 主是世界的光 什么叫做主是世界的光呢 主是世界的光是 耶稣提到我是里面 他做出一个说 我是世界的光 因为他曾经说 我是生命的梁 那这个没有问题 早上吃了没 没有 没关系 昨天晚上吃了吗 还没吃啊 昨天晚上没吃 昨天中午吃了没 还没吃啊 昨天早上吃了没 你还坐在这边 赶快走吧 没有人不吃梁 可以活下去的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光 就不用讲了 他说我是羊的门 但在这里 他讲说 他是世界的光 光到底什么意思呢 他为什么说他是世界的光呢 是因为八章的一到十一节 这是十二节开始的 一到十一节 是讲到淫妇的事 我上次讲了对吗 那个女人被抓到 行淫的妇人被抓来的时候 耶稣对她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她向群众 她向法利赛人 向文士说明 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没有犯罪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犯罪中打滚的 因此耶稣就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想光我们不用解释 我们都知道 那光有什么定义呢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了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这里有一个世界的光 有一个生命的光 生命在他 这是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一档四节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所以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有光 好 主是世界 对不起 再回来 所以主是世界的光的意思 是要让我们得着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 耶稣的重点在 人在黑暗里走 我想黑暗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黑暗是代表我们无法看见 因为我们即使有正常的眼光 眼睛我们没有光的时候 是没办法走的 你们看过瞎眼的人吗 然后你觉得蛮好玩的 我们大家都看见 为什么他要拿个棍子这样呢 我有一个学生 现在是全瞎 而且他的全瞎是 一点光都进不去 他是眼是黑暗的 你就是强光照着他的眼睛 他也什么都没有感觉 所以他在黑暗当中 非常的辛苦 你知道一个瞎眼的 他非常的辛苦 你拍他 他要吓一跳 因为他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他听到很多的声音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你听到什么声音 冷气 对吗 你没听到啊 可是你眼睛张开的时候 你听不太到冷气的声音 除非我提醒你 对吗 所以当人没有眼睛的时候 耳朵就变得敏锐 可是你知道 眼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没看见的时候 我那个学生告诉我 你们靠近我的时候 要告诉我 说你靠近了 很多人就是好玩嘛 比如说我常常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亨达在那边跟别人讲 我从后面去就这样子抱着他 他吓一跳 对不对 可是没关系 因为他看得见 你听得懂吗 一个看不见的人 你突然摸他 他会吓一跳 因为无声无息就有人摸到他 他就是什么东西啊 很多人就跟他说 因为好玩嘛 他瞎眼 你就摸他说 你猜我是谁 你知道 你要把那个瞎眼的人 瞎死了 不是 他不能猜出你是谁 因为当你说话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是谁了 可是因为他没有看见你靠近 所以你摸他 他就吓一跳 他说请你们 靠近我的时候 要先说 要远远的就说 杜志武 李长老过来了 听得懂吗 所以当你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有安全感 黑暗是没有安全感的 在罪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 当你看不见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前面有什么 你们有没有半夜醒来 整个房间都暗的时候 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 多一个东西在地上 你都会跌倒 黑暗是很可怕的 可是一个犯罪的人 可是一个犯罪的人 注意听 一个犯罪的人 当他在犯罪的时候 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他却看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他在黑暗的里面 有人问我说 你礼拜五到菲律宾去做什么 因为我去提醒一个人 他在黑暗里面 我去提醒一个人 他在黑暗里面 你说 为什么一个人在黑暗里面 要被提醒呢 因为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 他以为别人也看不见 你听得懂吗 一个瞎眼的人看不见 他以为别人也看不见 所以我们常常说 犯罪使人笨 犯罪使人 怎么会 你怎么会 比如说有外遇的人 他起初都很小心 对不对 你不知道啊 少来了 有外遇的人 起初都很小心 后来越来越大胆 我们说 怎么有人外遇 公然牵着小山在路上走呢 因为他觉得没有人看到他 那为什么 他觉得没有人看到他呢 因为他自己看不到 他自己做这个动作 因为他在黑暗里面 犯罪也是这样 任何一个犯罪的人 他都越来越大胆 因为他看不见 他就觉得别人也看不见 很恐怖的 跟从世界的光的结果 是得到自由 你知道什么叫自由吗 就是看见了 你就自由 你不信 等一下我们把关全部 现在白天是没办法了 全部弄得暗的 你在这里根本不会走 你不会走 你没有自由 自由是指 你看见了 你就得到自由 如果你没有看见 你就没有自由 所以当耶稣说 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因为他的光在我们里面 这个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光 所以你就看见了 看见了 那最后讲一点点就结束了 剩下一点点时间 如果我们跟从世界的光 会怎么样呢 那就得着自由 我们 对不起 我们跟从世界的光的结果 是得到自由 当光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从这个光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自由 但得着 跟从世界的光的方式 是遵行真理 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得着自由 可是在我们得着 或跟从耶稣之后 我们仍然可能犯罪 仍然可能跌倒 我们又成为罪的奴仆 当我们成为罪的奴仆 我们又失去自由 我们虽然在光的里面 我们又失去自由 所以这里有一个是地位的问题 有一个是实际的问题 什么叫地位的问题呢 地位的问题就是 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 自由的人 这是地位的问题 到底我们是不是 一个自由的人 这是地位的问题 第二个是实际的问题 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够 享受自由 一个自由的人 为什么不能享受自由呢 一个自由的人 为什么不能享受自由呢 自由是一个地位的问题 享受自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一个自由的人 为什么不能享受自由呢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是自由的 听得懂吗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 去年 去年我到意大利去跟秋华 我们罗马结束之后呢 就要往北 他们就帮我买了火车票 因为就是几个小时坐火车 大概两个小时坐火车 没有很远 高速的火车 这个Eurostar 他买个票 他就说 你知道我们给你们买的票 他爸爸不在 他那女儿就跟我说 我帮你买的票 我爸爸特别交代 要给你们买头等舱的火车 后来还蛮不错 因为那个头等舱不容易卖掉 你知道吗 他就买一送一 所以弄下来比经济舱 比正常的舱就贵一点点 那因为我常常坐 他们一列可能十几个车厢 只有一个是头等舱 其他的全部都是 就是普通的 一个是头等舱 一个是二等舱 那我从来没坐过头等舱 那他上车之前 他就跟我说 妈妈说 要给你们带红酒在火车上喝 又还拿着杯子 还拿着开瓶器 他说在欧洲之心上面坐火车 你就要高级的享受 然后还带水 就给我 行李已经很多了 很可怜的你知道吗 他就拿一堆给我 我就把它拿上去 后来他就送我们上去 还找了一个壮丁 帮我们把行李通通搬上去之后 就让我们把酒什么东西好了 坐在那边 过了不久 车开了 很高级 赶快照相 有没有 坐过头等舱的欧洲之心 然后坐在那边 就有一个人推车子进来 就说 你要什么 就让他写 然后前面有的人就说 要什么 要什么 因为我们是第二排 第三排 他从前面推过来说 前面有一个人要什么 要什么 可是我就有点紧张 他就推到我面前 他说你要什么 这样 我就心里想说 我已经有酒了 我已经有水了 我已经有肉干了 我已经有这么多东西 我就说 我不要了 这样 我说我不要 其实我不是不要 我是怕要给钱 那 我也不是没钱 我就觉得说 我不需要买嘛 对不对 我干嘛买呢 对不对 我已经有了嘛 他就推到后面去了 后来推到后面去了 我就觉得 前面那个人 为什么没给钱啊 你知道吗 后来就推过去了 推过去看后面 他这都没有给钱 后来我一想 搞不好 头等舱是不用给钱的 因为以前我坐后面 我都要给钱的嘛 那我不知道 头等舱是不要给钱的嘛 所以你就不告诉我 这个人常常 常常去德国跟意大利 也不告诉我 这种好康的事 对不对 后来他一推回来 他就走到底了嘛 一截车 他一推回来 我就跟他说 我要东西 所以我的地位 我可以享受的 我要怎么样 享受 这样懂了吗 你知道怎么样 可以享受自由吗 遵行真理 好好读圣经 为什么一直要 强迫你们读圣经啊 因为他会告诉你 做头等舱 拿东西是不要钱的 这样懂了吗 有很多人说 圣经叫我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这个 整天都不要 不是 当他说不要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东西 对你不好 不要闯红灯 很多人都闯红灯 说这是我的自由 不要闯 因为你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你就有自由了 现在不要 是因为不急 这样明白了没有 所以跟从世界的光的方法 就是要遵行真理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不仅得着自由 而享受自由呢 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说 我们念完就结束了 预备 请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其实只有真正认识神 真正享受神 那么你才自由 不要太担心 有些东西神不给我们 真的神不给我们的东西 都是我们不需要的 我再讲一遍 我知道很难 真正神不给我们的东西 都是我们不需要的 这里没有表示说 你不需要努力 努力是我们的本分 可是有的时候 神就关了这一个门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门 对你进去之后不好 可是因为他透过时间空间 他超过时间空间的看见 你过去就不好 所以他堵在这里 问题是我们就不高兴 有的时候我们叫孩子读书 他就不肯读书 我们说读书对你会有好处 他就说我干嘛现在那么不自由 你现在的不自由 都是为了将来让你更自由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学习怎么样认识神 认识真理 知道祂是 并且知道透过好好的经历圣经 认识圣经 我们就享受真正的自由 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业 请你回去想一想 现阶段 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吗 我们当中有弟兄有姐妹 有年长的有年幼的对吗 有你现在很顺利的 有你现在不顺利的 有你现在碰到天大的难处的 有你现在碰到都是 没有任何的难处 是最好生命最好的阶段 请你想一想 在你的现在 你希望祂是什么 好不好 或祂是谁 然后你去经历祂 那这样 这一个礼拜 你就会享受到神非常大的恩典 因为祂才是恩典 祂就是神 祂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什么是要 什么是不要 祂并且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可以享受 祂所要给我们的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祢自己来帮助我们 因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声音 很多的资讯 一直涌进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真的很想要一些东西 因为大家都有 为什么我没有 或者我应该得 为什么我无法得着 我求祢自己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求祢让我们知道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祢才是 耶稣基督我们谢谢祢 等一下我们分散 我们会一起用餐 下午还有很美好的人际关系 互动的课程 以及运动 主啊 我们这一周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会有移动 无论在公司 无论到外地 无论在家里 无论在什么地方 求祢自己来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提醒 甚至责备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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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